嗨,大家好,又是我 那今天呢 嗯,很香 那今天呢,就是這個 大家看到面前的一個花 大家知不知道這個花是叫什麼名字呢 蛤? 食人花? 蛤? I need to again I just can continue I just can continue I'm still filming 其實這個呢 就不是這個食人花 雖然這個花很大 這個花大家都知道 就是叫做 Lily Lily就是中文叫做白盒 但我們經常看到的白盒 就是白色的 Lily就是 比較圖紅色的 就是很少見的 大家知不知道它叫什麼名字呢 看這個花形 花形 都可以猜到的 就叫做 Star Glazer 它是17種的白盒 當中的其中一種 而這個白盒 很多人都會把它 用在香水裡 知不知道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這個白盒 它是有散出一些淡淡的清幽的花香 又不會說太功備 又不會說太高調 搶走其他的香氣 所以它就適合 用這個 做花的香氣 以及鋁性的香水 以及其他的香水配合 它裡面有一個隱隱若然 一些野性的 一些動物的氣味 所以你說 是比較知覺的 有人的氣味 所以很多人都會用它 做這個香水 而市面上 有很多不同的香水 都是用Lily的 哇 數之不重 太多了 太多 大家又知不知道 這麼漂亮的Lily的香水 就是香水 那些香氣 是從哪裡來的呢 市面上 有兩個選擇 A 就是這麼漂亮的Lily的花 而B 就是這些合成物 大家猜是A Lily的花 還是B 香水合成物呢 蛤 你猜是A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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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了 現在市面上 很多的香水 Lily的香氣 都是來自一些香水的合成物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Lily的花 他們的花上面 所提煉煉煉出來的香水 是很難是結晶成為這個 這個是的精油 所以來說 古時的人 就會用一些 其他的花香 和一些物油 然後混合成為 Lily的氣味 而現代的人 就會再混合 混合 混合 來混合 來製成很近似Lily的氣味 用這些合成物 製成很近似Lily的氣味 我们的名称是MOON GATE 相信大家都听过 很多优质和高质的香水 会有十多%的MOON GATE香气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记得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今天会有更多关于香水和生活品味的东西 再见